看着妻子被萨维奇一枪打死 不肯屈服的儿子竟将农谈吐在对方脸上 而结果可想而知 短短一瞬间 身为时间之主的李普失去了所有家人 于是为了杀死征服地球的萨维奇 他偷偷开走了时间飞行器 并且组织了一支超级队伍 找到了能随意缩小 拥有超级战衣的原子侠 能随意发射核爆攻击的火风暴 虽然他们没合体前是两个普通的人类 但合体后却能应接核弹爆炸 紧接着是拥有冰冻枪的寒冷队长和火焰枪的热闹 最屌的还得是身为半神的英女英雄 同时他们前世也是被萨维奇杀死 跟着李普有着共同的敌人 很快一支超级队伍登上时间飞行器程拨号 他们要前往1975年杀死萨维奇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时间之主李氏会派出了时空猎人追捕他们 还顺便解决了两个不影响时间线的小伙 而另一边李普等人为了找到萨维奇的位置 找到了博德曼教授 然而他们不仅得到了萨维奇一直在靠近权力的线索 还意外得知博德曼教授竟是英霞英女 得知自己的儿子一会将会死去 英霞英女不顾离谱反对将儿子带回飞船 不料却发现了时空猎人正攻击着程拨号